国际福伦社福伦青少年领袖奖是专为青少年领袖量身定做的领导计划 每年的8到12月在全球各地展开 三重中央福伦社在金山办理了两天一夜的训练活动 安排有领导沟通建立自信的训练课程 一共有120位的青少年领袖参与 来自三重地区四所中学 120位学生起聚一堂认真听讲 参加领袖营成为社会精英 就从福伦的历史和福伦的精神开始 福伦社每一位社友在进入福伦社的时候 都会来透过职业的分类能够来加入福伦 因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希望 这个团体在大家不同的福伦的职业领域里面 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帮助 能够创造出最大的福伦的理念 青少年领袖营规划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 两天一夜的扎实课程 协助学员建立自信 增益领导能力 成为更具潜力的青少年领袖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两天的课程 让我们三重地区的一些高中的同学 可以在这边学习培养自信心还有领导力的这个课程 也透过团队合作的户外课程 跟我们室内的一些经验分享 一些专业优秀的讲师的经验分享 让这些参与的学员可以收获满满 学员参与领袖营活动提升自我能力 学到不同达人的精神 也激发了内在的潜能 会想参加领袖营其实很大原因是 一方面我在学校的辅少团里面担当社长的职务 有福伦社所举办的青年领袖营 其实对我在领导方面的提升 能力的提升有相当大的作用 透过这些知名的讲师所提供的演讲的内容 在对我之后领导我们社团院 社团里面的团员里面 其实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各自各校的学生一起上课互相讨论 培养团队精神也建立默契 和学者专家一起成长 并且发挥领袖的特质 成为有责任感具影响力的世界公民 记者审志永新北市采访报道